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Omsense的树叶生活 今天我们来到Daman Desa Jaya 十四路这里有一间素食馆 是因为它是出名的肉骨茶 然后下着大雨 满满的人,好像要排队等位 就是这一间的顺德素食馆 等一下,其实真的很多人 我们要在外面等位,满满的没有位 就是这一间的顺德素食馆 赫世庶民吃那个Bakute的 高棚满座,外面没有位 我们要稍微等一下 就是这一间的顺德 这是第二代由妈妈传下来的顺德 排队排队啊,没办法 好吃的东西就是要排队了 这里的营业时间是10点到2点半 然后下午稍微有休息 然后5点半到9点半,星期一是休息的 是20多年了的,2000年已经是营业了 嗯,这里出名的呢,看到它的牌子这里 是Bakute啊,然后就是这些了 鸡丁,越南谷,酸辣菜,猪脚醋,葱油饭这些 呃,是比较少看到是素食呢,是这样来排队 然后它这里是一个,全马首创寡包素骨茶的一个店 嗯,位置不多,但呃,其实是说这里呢,都是为了这里的那个,呃,他们的Bakute 比较来的大多数,每一桌都有 嗯,其实在旁边呢,这里呢,它是两间打通的 所以这里也是,满满的,坐到满满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里呢,还有一些相反,呃,很多的介绍 呃,很多的报纸也介绍过了这一间 哦,so,也包括英文报纸啊 so,是这样来说呢,是属于很出名的了,这一间 哦,还有顺德史料商做 还有,一日午餐介绍过的 so,也有一个VIP room 嗯,哪里都有这个牌子 就,耐心等候 好了,我们有味了,有味了 ok,来,这里就是它的,这里的内部哦 哦,手厨房,满,呃,这里是非常繁忙的 呃,其实,外面,还很多人在排队 呃,餐排非常的简单,就只有两张 ok,呃,呃,这里是特别推荐的 然后呢,就这里呢,就是他们平时的所卖的 那个,那个Bakute,还有什么鲁滋味素股茶,就类似这些的 它不是很多很复杂的选项哦,但是,呃,都非常多人的一个素食管 呀,这个是它的,还有后面这里的选项 呃,就有,呃,客家,炸肉啊,猪脚粗啊,这些 呃,这里说越南谷出名,所以我们叫个越南谷 有,跟就叫两个,那个Bakute,这是他们的那个,这里有的选项 就只有两张子咯,一个前后跟那个小张的那个特别推荐的 啊,第一道上做了这里的越南谷recommended的 先吃一个小片的越南谷哦,来 哇,它,里面怎么说呢,酥酥脆脆的,然后,松的 好像有点融化在口里面的感觉的一个越南谷哦 哇,这二十多年,二十三年,出名的招牌菜,真的不是那一种 外面可以吃到的那一种味道 嗯,有点像那个,可以融在口的那一种,可叉烧的那种感觉的 这一道,是,被推荐的 嗯,这是这里的,完全的,属于这里的招牌菜了 一点的一个Bakute,呃,我这里就闻到它非常香,很浓郁的那个,呃, 嗯,要采味,然后你看它们的汤汁呢,是比较稍微比较浓郁的,试试看 嗯,怎么说呢,可以说,Bakute的一个饭板在这里,而且做成树的,那个味道是非常的香 然后那个药材的那个香味呢,是非常的浓郁的,喜欢浓郁的那个Bakute的呢,这里肯定是一个必点的啦 哇,很香,我们在这里其实在这个店里面呢,都闻到了很香的那个Bakute味围绕在这个店里面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必点之一的一个招牌菜 嗯,呀,这个是,这里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菜式,叫做鲁味Bakute,呃,就是说外面所说的那个Bakute,呃,干的那个Bakute,呃,看到它的这个鲁味,看它怎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呢,来我来试试看 嗯,稍微加了一些,比如说一些姜油啊,一些鲁味的味道,但是它的那个底呢,是那个Bakute的有很,也有很香的那个药材 哇,所以,为什么呢,就那么多人去排队呢,就是因为,对它这两道而来的 嗯,只能说这种的鲁味呢,是完完全全是那种非常有功夫的,熬煮了很久 而且里面的那个汤底呢,是配上了那个Bakute的那个,他们的那个,汤底的那个味道 所以整个的那个城市吃起来呢,真的是,可以说是一直配饭,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加饭的那种 嗯,而且这里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呢,就是他们这里的葱油饭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太多人了,我们就只配白饭,啊,如果是想吃一下比较特别一点呢 这里的葱油饭也是这里的一个,必见的一个,呃,菜市之一 好了,这里就是,这里的那个,那么,那么,人气,那么旺的一个店哦 好,所以,如果有来到这里呢,这里是排队也值得吃的 这里的一些,呃,特色,比如说这里的素Bakute,还有那个卤汁的Bakute 啊,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菜市,所以如果来到这里呢,不妨来这里去试试看这里的一些,呃,很特色的一些素食哦 而且到现在,外面还在排着队的,所以就在此呢,呃,就谢谢大家,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